大家好,我是学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俗话说,肝火一旺,百病将起 通常是说,一个人如果体内肝火旺盛 会引起一系列的毛病 并且会有损肝功能 比如容易变胖,容易长痘痘 频繁会引起口腔溃疡 还会导致失眠等等情况 如果出现这些类似的情况 最好要注意一下 改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并且保持清淡饮食 多吃一些去干火的食物 这里建议中老年朋友 每天都吃一点汤 降火去燥,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今天就把这个食疗方分享给大家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点马蹄 春天要多给家人吃马蹄 马蹄又叫比起 它的营养丰富,俗称地下雪梨 口感脆嫩爽甜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钙、铁等营养元素 马蹄的药理作用 第一,可以生精止渴 马蹄白白嫩嫩,味甜多汁,又富含粘液 是具有生精止渴的作用 可以帮助清除胸中烦闷 缓解热病经伤口渴 第二,可以令肠通便 马蹄含有粗蛋白淀粉 能促进大肠蠕动 临床上用于治疗热血引起的食肌皮脉 和大便造结等 马蹄水煎液,可以利尿排铃 是尿道感染患者的食疗佳品 第三,可以清肺化痰 马蹄性肝寒,能清肺热又富含粘液质 有生精、润肺化痰的作用 故能清化痰热,治疗肺热咳嗽 咳吐黄年浓痰等症 第四,可以降血压 马蹄汁加鲜藕汁还有梨汁 卢根汁,麦冬汁一起称为五字瘾 可以用于生肌消热,降低血压 第五,可以促进骨骼发育 马蹄中含有的林氏根筋类蔬菜中比较高的 能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和维持生理功能的需要 对牙齿、骨骼的发育是很有好处的 第六,可以预防呼吸道感染 马蹄这种食材含有丰富的抗炎抗菌成分 它对多种敏感菌和病毒都有明显抑制的作用 平时经常使用可以有效预防呼吸道感染 减少气管炎、肺炎以及咽喉肿痛等不良症状发生 除此以外,平时多吃马蹄还能有效预防 麻疹和脑瘤以及百日咳等高发疾病的发生 马蹄清洗干净之后,去掉皮,然后把它剁碎 剁碎的马蹄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节铁棍三药 铁棍三药是一味珍贵的中药材 被历代医学家所推崇,称赞为长寿因子 药食兼用的良药佳肴 作为中药,它可以制作成多种药丸 比如六味地方丸等供人们食用 作为蔬菜,它细腻滑爽,别具风味 比如拔石山药、枣泥山药 山药中含有灶带、粘液质、胆碱、山药碱、淀粉、糖、蛋白、自由氨基酸 多酚氧化酶、维生素C、点滞、16种氨基酸 还有铁、铜心、猛钙等多种微量元素 山药胃肝、性贫、无毒 有健脾、补肺、固肾、益脑、益精、养颜 抗衰老、抗肿瘤、抗贫劳 抗有害物质、刺激 调节代谢、增强免疫机能 促进生长、调节内分泌、调节心肺功能 兴奋自血系统、调节神经系统 山药还富含18种氨基酸和食余种微量元素 以及其他矿物质 所以有健脾味、补肺肾、补中益气、健脾补虚、固肾益激 山药含有消可之功效 中医治疗虚劳消可、糖尿病处方中 经常用山药和其他药物合用 效果更佳 山药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和矿物质 可以防治人体脂质的代谢异常 以及动脉硬化对维护胰岛素正常功能 也有一定的作用 有增强人体免疫力、疑心、安生 宁可、定存、延缓、刷牢等保健的作用 剁碎好的山药放入马蹄中 接下来准备一个砂锅 把马蹄和山药根全部放入砂锅里 加入适量的清水 烂火煮开 小火先煮10分钟 趁在煮马蹄和山药的时候 我们再准备一点葛根粉 葛根藤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中药 而葛根藤是葛根藤研磨成的粉末 我们是可以直接泡水喝 它的药理与葛根藤是相同 葛根粉是一种非常养生的中药材 它的功效与作用 第一,可以提高肝胆功能 葛根粉的功效与作用之一就是提高肝胆功能 人的肝脏以及胆囊如果出现了病变 或者功能减退的情况 将会直接危害人们的健康 而葛根粉可以促进胆质分泌 抑制胆固成准化成胆质酸 同时还能修复受损的肝脏细胞 使肝脏细胞的再生能力增强 让人类的肝胆功能维持正常的状态 避免身体出现一些病变 第二,提高心脏功能 葛根粉当中含有大量的内黄酮和植物蛋白成分 还有多种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这些物质都具有营养心肌的作用 有效地提高心脏功能 而且葛根粉还能够增加血管的通透性 促进血液循环 使血压保持在稳定的状态 有效地预防动脉硬化和冠心病 三,还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对老年人来说 葛根粉是非常好的一种食材 食用之后能够提高老年人的大脑功能 有效地预防老年人经常出现的脑梗 以及记忆力衰退 还能够预防脑供血不足 避免患上老年痴呆 葛根粉用冷水搅拌均匀之后 淋入马蹄和山药里面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冰糖 再加入一点点枸杞 盖上盖子 再煮上两分钟左右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两分钟之后 这一个马蹄山药葛根粉汤就煮好了 我们把它舀入碗里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 如果你也出现我前面说的这些情况 最好注意一下 改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并且保持清淡饮食 多吃一些去干火的食物 喜欢的朋友也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谢谢您的观看